中国对阿富汗的政策是一贯明确的 作为阿富汗传统友好邻邦 中方始终奉行面向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友好外交政策 同阿富汗保持外交关系和各领域交流合作 中方接受阿富汗历史政府派遣新任驻华大使 并向中国国家领导人递交国书证本 这是正常的外交安排 希望国际社会加强同阿富汗历史政府的接触交流 鼓励其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 共同帮助阿富汗推进重建发展 支持阿富汗打击暴恐势力 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中方始终认为阿富汗不应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 同时我们期待阿富汗方面进一步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 构建开放包容的政治架构 实行温和稳健的内外政策 坚决打击各类恐怖势力 同时接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友好相处 早日融入国际社会的大家庭 相信随着各方关切得到更有力的回应 对阿富汗政府的外交承认 将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我们愿同各方一道 推动尽快召开更大规模 更具权威 更有时效的国际合汇 制定落实两国方案的具体时间表和路线图 支持巴以双方尽快恢复和谈 最终实现巴以两国和平共处 阿拉伯和犹太两个民族和谐共存 恢复中美进度合作进展来之不易 希望美方以工作组启动为契机 与中方相向而行 开展平等务实的进度合作 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 是香港特区旅行维护国家安全限制责任 落实香港基本法 全国人大有关决定 和香港国安法的应有之意 也是香港特区应对内外环境深刻变化 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 确保香港长治久安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迫切要求 23条立法完成后 有利于保护香港全体居民的根本扶持 有利于保护世界各地投资者的利益 有利于特区以高水平安全 保障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 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发挥香港的优势特点 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 我们对此完全支持 这也是香港社会的普遍期望 一段时间来 美方基于政治目的 频繁对中国赴美留学生 实施无端滋扰盘查遣返 据不完全统计 仅在华盛顿杜勒斯机场 2023年10月底以来 至少有8名持合法有效证件的中国留学生 被美方无端滋扰盘查遣返 美方执法部门有关行进 严重侵犯当事人的正当合法权益 严重干扰中美人文交流和人员来往 严重违背中美援手 关于加强和便利两国人文交流的共识 中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美国自诩开放包容和学术自由 号称科学无国界 却将学术研究政治化武器化 滥用国家安全概念 大肆打压迫害中国留学生 侵犯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基本人权 制造寒蝉效益 独化中美人文交流氛围 在近期的案例当中 美方执法人员更是毫不掩饰地 对受害者进行语言诱导和渗透拉拢 直接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 美方这种行径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 毫无底线 是披制执法外衣的歧视性政治性执法 最终也将损害美国自身的形象 我们敦促美方 落实好拜登总统的表态 和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的共识 立即停止以所谓国家安全为借口 打压限制中国赴美留学人员 切实保障中国在美学生学者安全和合法权益 为中美人文交流和人员往来 排除干扰障碍 中方将采取坚决措施 维护国家安全和中国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 美国大选是美国的内政 中方始终秉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 不干预美国大选 我想强调的是 发展好中美关系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不管谁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 我们都希望美方能够同中方相向而行 按照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原则 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 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更好造福两国 汇集世界